电影恋爱通告正在上海热拍近两年来 在荧幕上表现不足的王力宏也是首次操刀担任导演 同时又和刘亦菲单纲主演 就连剧本也基本上是由王力宏自己完成的 这样的工作强度让王力宏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没有办法 导演就得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 王力宏饰演大明星杜明翰 现场认识杜明翰的演唱会 因为一个特殊原因 王力宏在刘亦菲面前不能暴露明星身份 因此必须台上台下的快速换装 王力宏恐怕是现场跑得最多的一个 招呼好同学就坐 他就飞快的溜去后台 这一句台词的戏让王力宏跑个没完 而每次演完 王力宏又得马上冲到监视器前 研究每一条表演 除了时而剧烈的咳嗽 王导演十分安静 任何问题都耐心的沟通 反而是等戏的刘亦菲显得十分迷茫 等到跟所有演员讲完戏 王力宏再补装再继续跑 原点的采访时间 因为王导的高标准一再拖延 他一现身立即先道歉 表示压力不小 这是比较大场面的一场戏 刚刚让媒体朋友们久等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可是因为很多演员 我们那里面两百个群众演员 还有所有主要演员也都在 所以所有的戏比较难掌握一点 所以花了一点时间 此前王力宏的民族风造型 被网民认为模仿著名的犀利哥 王力宏对此哭笑不得 对这个绝对不是照这个犀利哥去设计的 这是我们很优秀的美术指导 瑜伽安娜 Bruce 他精心设计的一个土包子装给我 而最让王力宏吃不消的是上海的天气 一周如同四季令他严重感冒 要命的 对所以我现在咳嗽 很严重 一直咳嗽 我们整个剧组 我们一百个人都是这样子 早上先还没说早上好 就先 早上好 但说起导演这份新专业 王力宏十分自信 听来将党水还土颜 请教李安很多 请教成龙很多 这是我第一次 希望能够好好拍出一个 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作品 饰演王力宏经纪人的陈冲 以及女主角刘一辉 对王力宏的赞美毫不掩饰 我觉得他导演水平极棒 将来绝对是个大导演 长得帅啊 有才华啊 唱歌好啊 演戏好啊 然后这次又做导演 对所以才会接这个片子 恋爱通告 讲述明星和普通人之间的感情故事 但当游人有余的王力宏 被问到个人恋情时 瞬间没有了导演风范 恋爱就像夏一辉这样吗 呃 哇 呃 你怎么回答 嗯 在剧情里头 什么 呃 好 哎呀 你问到我了 哈哈 通过对这个片子 有没有想着去 就是考虑一下 自己的个人生活问题啊 我不知道 现在没有个人生活 所有的个人生活 都是投入在电影里头 那你的家人不着急吗 家人不着急 喂 新娱乐在线 上海报道 无论